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Kassandra 那今天这视频呢,你们可能看到跟往常都不一样 我现在是在我自己家里的厨房里 所以这个视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喜欢的五样厨房的电器 那其实厨房的电器呢有很多种 我今天只讲五样 我觉得就是功能比较丰富的 或者说比较新潮的 可能有一些家里没有的电器 今天这个视频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有用的视频 因为现在一节期间嘛 大家都在家里就是没事导吃一些新的饮品啊 食谱啊,甜品等等 所以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么如果你想知道我最喜欢的五样 厨房电器都有哪一些的话呢 就去把它看视频吧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有两个这个咖啡机 第一个这个咖啡机是我以前就推了过很多很多次的 这个是雀巢Nespresso的Mini Incenza 咖啡机灰色 然后我还买它配套的这个奶泡机 这个奶泡机是可以单买的啊 这个咖啡机其实是我买的第一样厨房的电器 我买了很早了 然后用了很多年 没有出现过任何质量问题 到现在一直都是好好的 当然它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咖啡机 它是只能做浓缩咖啡的 这个是它们雀巢咖啡机里面最基础的一个版本 也是最便宜的一个版本 它只有两个功能 要不然就是一个小杯浓缩 要不然就是一个大杯浓缩 区别只是在于它放的水的这个水量是不同的 然后这个雀巢咖啡机它有一个缺点的就是你只能放雀巢的咖啡胶囊 或者说是那种跟雀巢咖啡胶囊合作的别的牌子 但是它只能放这个大小的 所以就是这个咖啡店本身呢 可能要比其他的牌子的浓缩要稍微贵一点 但是也是一块钱左右你可以喝到一杯咖啡了 相比于星巴克呀 或者说其他的咖啡店还是便宜了很多 还是很节约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就不是很适合那种特别特别专业想要喝咖啡的 我觉得如果特别专业想喝咖啡的呢 可能适合下一款这个咖啡机 这个股票可能比较适合学生党 或者说你的这个屋子不是很大 你可能住在宿舍或者一个棉核租这样的学生党的话 这个比较适合因为站地很小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简洁的 设计也挺好看的 一个比较迷你小巧的这么一个咖啡机 就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多花样 然后呢你就希望就是早上起来又能够方便简洁一些 然后省点钱的话 这个就非常的适合 然后清洗也很方便 脆潮是有卖专门的用来清洗水垢的那种液体的 你可以直接买它 然后它直接就可以继绿 然后自己清洗就比较方便的 它里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槽 然后你可以放这个用过的这个胶囊 然后用来接这个漏下来的咖啡或者水 这么一个槽 这个也是雀巢的这个牌子 然后它就是特别的简洁 使用操作很方便 你不需要按过多的钮 它里面有两个刻度 一个是小号的 一个是大号的 就这么两个 你就选一个 然后呢 倒进去之后呢 按一次按钮 加热 加奶泡 一键启动 自动键做好奶泡 然后你直接倒出来喝就可以了 它打出这个奶泡是很绵密的 只要你买了牛奶的那个脂肪率是够了的话 打出来哪怕就是非常的厚 很好喝 其实这一套 其实是我上班的时候特别爱用的 因为它做一杯咖啡的时间 就是低于两分钟 却朝着这个咖啡是很好喝的 所以就是口味上呢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那么下一个咖啡机呢 就是我旁边的这个更大号的咖啡机 这个是我们其实搬新家之后呢 新买的 这个是菲利普的一款咖啡机 菲利普这个类型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一款三款 三款里面这个是最便宜的 它的这个功能稍微少了一点点 首先它上面是有一个这个槽的 这个槽呢 你就可以用来放这个咖啡豆 或者它另外这个槽呢 你可以放咖啡粉 所以这个呢 就是相对于却朝着这个的话呢 它的这个选择更多 因为你可以自己买你想要的咖啡豆 或者是咖啡粉都可以 你就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它一共其实有四个功能 一个是就是浓缩咖啡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这个浓缩咖啡可以出一杯或两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个管子呢 你可以选择放一个杯子 然后它就出一杯 或者你可以同时做两杯 它会双碗一起往下出两杯浓缩咖啡 就是普通咖啡 还有一个呢就是热水 它可以直接出热水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奶泡功能 奶泡功能就是旁边的这个佐 然后你其实需要单独买一个 这样的一个奶泡杯的 你把这个奶就是放进奶泡杯之后呢 你就把它这样放进这个管里面 然后它就可以自动的通过这个蒸汽来打这个奶泡 同时加热牛奶 它在这一边的这个咖啡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你咖啡豆的这个容量 你每次做一杯咖啡或者做一杯浓缩 你可以选你是一勺豆的量 还是两勺量 还是三勺的量 然后水你也可以选一档两档和三档 然后它还有自动的清洁功能 你可以一键清洁 水就是加在这个旁边的这个水槽里 它是这样拉出来 就可以往里面加水 这个咖啡的这个管也可以升降的 它是可以就是高杯的咖啡杯 还是低的矮的咖啡杯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 左右的一个旋转 就可以这样的可以放进更大的杯子里嘛 那首先这个咖啡机我觉得几个优点 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预热和它这个 从你开启开关到做出一杯咖啡的时间是很短的 所以就是基本上跟这个便携的这个咖啡机时间一样 就讲起来你这样一按开关 杯子一放一点排那咖啡就出来了 就很快 所以咖啡很快 二呢它确实有不同的这个档位 你可以进行不同匹配 比如说你可以三档咖啡豆配一档水 或者两档咖啡豆配两档水 这样不同的匹配 你可以配出不同的这个浓缩程度不同的咖啡 然后你也可以自行选择咖啡豆 它没有任何品牌的限制 所以你买什么咖啡豆还是咖啡粉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尝试不同的品牌的或者口味的咖啡豆 是非常方便的 它清洁呢也是很方便的 那我觉得它的缺点呢 一个是它功能还不够那么的全 就是如果你是用特别高级的咖啡二号水的话 它可能功能还不够有一些人的那个追求 我认为它是比相对于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阶 就是这个咖啡机的话 它选择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又不会到达一个特别特别夸张的 或者说不会到达一个很多功能都用不了的 没有必要用的这么一个地步 然后价格其实还是算比较合理的 因为这个质量啊这个整个你拿手就知道 这个质量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咖啡机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不错 就我很喜欢 我买到它之后呢 其实我就很少喝这个咖啡机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如果我想喝那种带口味的咖啡 就比如说什么 去找咖啡会卖一些那种什么 cramble的咖啡啊 或者是那种巧克力味的咖啡之类的 我想带那种有味道的咖啡的话我就用这个 不然的话一般我都是用这个的 说咖啡机之后呢 这样的三个都是真正可以做饭或者做菜的一些东西 我想先说的就是这两个锅 这一个是这个火锅跟烧烤一体机 和这个北定养生壶 因为这两个锅都是一个叫做 华人生活馆的一个网站赠送给我的 他们这个网站就类似于小红帽这样 就卖一些国内的电器 然后都是跟北美的电压是匹配的 这个就是很方便 他们是美国的发货 然后呢送到多伦多是没有税的 而且巨块 就这么大件的东西 他们两个一起送过来都没有给我打税 就很神奇 然后呢我觉得价格比较合理 也没有说高输很多 就是基本上好像是差不多的价格吧 那我们先说这个锅 第一个这个锅是来自这个 这个丽人这个牌子的一个这个火锅烧烤一体机 它这个火锅呢是一个鸳鸯锅 烧烤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烧烤这么一个烤盘吧 然后它的火锅跟烧烤是连在一起的 是不可以拆卸的 它包括这个电源 它这个电线下面这一盘都是连在一起的 都是不能拆卸的 所以在清洁前其实非常非常麻烦的 你就没有办法直接放进水池里 然后拿水管这样冲的 所以我们平时都是拿抹布 然后沾那个洗涤剂 然后这样一点点擦才把它擦得干净 就是也没有擦得很干净嘛 但是就是也可以继续用下去 我觉得这个差别也缺点 但除此以外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因为这个锅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还是不超过200刀的 我觉得不超过200刀 你又可以买个鸳鸯火锅 还可以买个烧烤炉 还是一体机 就很实用很直了 这个锅我们全家人都是很喜欢 它叫我们经常用 下面那个我就像说这个北顶养生壶 这个壶真的挺软红的 因为它就红在它的功能很多嘛 它又比较简洁 比较好看 它又比较方便用一些 那它的这个主体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玻璃的这种水壶 然后它底座是这种电磁炉的 这么一个加热的设计 然后它有刻度 它这个玻璃应该是那种复合玻璃的 我感觉啊 那就是这样子还挺漂亮 是个粉色这样的底座 电磁炉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一个这样也挺好看的 一个粉色的一个电磁炉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能 它就是最右边这个是一个炖的这个键 这个炖的这个键呢 你可以炖就是不同的东西 你可以调不同的档 它就知道你在炖什么 可以炖奶 可以炖草本 炖粥 炖燕窝和这个酸奶 然后还有这个滋骨汤键 是两个小时定时 然后养生汤键是一个小时定时 花果茶是十分钟定时 然后烧水就是它就持续的烧着 然后你长按烧水键 你可以保温两个小时在70度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暂停和开水键 它其实还是方便在于它的很多这种配件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茶漏 这个就是你从来就是煮茶嘛 煮水果茶还是什么茶都可以的 就是这样可以泡茶 然后呢加上这个 然后加上这个盖子 这是一套 换成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 给这样 就是一个隔水 就是隔水炖嘛 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个道理 就是用水这样去炖这个钟 然后上面有个这样配套的 这样的一个玻璃的这么一个 炖盖 就是它那个炖钟的这个设计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不用任何的那些 其他的那些配件 你就可以直接就是用这个 刚才的这个套子 然后跟这个盖子 你可以直接煮东西 煮水什么也是可以 但是它功能比较多 通过这些配件不同功能 就实现了不同的食谱的一个搭配 送过来的时候呢 它整个这个包装 整个它这个设计 就一下觉得它是个非常高档次的 一个这个变气 我最喜欢这个锅 就一下子进到我眼球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给的第一本这个食谱书 这个书我觉得编辑的是 它这个插图什么做的是很下功夫 就是很有情谅 很漂亮这本书做的 你看它里面的这些画 它基本上就是分成不同的种类 然后告诉你说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食谱 然后你怎么做拿哪个配件去做拿 什么键做多少分钟 然后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材料等等 就是真的是这个书做的太漂亮了 然后养生汤功能 然后这个什么五指茅桃一米水 就听起来就超有食欲的这个 你看这本书这样你特别像我这个锅 还有一个功能就上面写 就是你可以外煮内炖 就是你把它这个炖中了 放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外面就是煮一个什么别的 然后炖中里面再煮个什么 就可以同时做两种不同的 然后又同时利用到就外面这个东西来 就炖里面这个东西嘛 就它就告诉你一些用它的各种不同的用法 就其实这个锅 我们拿到手已经六个月了 但是我感觉我都还没有用完它所有的功能 就是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尝试过 我目前只用它做了就比较基础了什么 那个银耳莲子汤啊什么绿豆汤啊 然后泡茶啊 然后做奶茶什么我们都做过 但是那种粥啊酸奶这比较 就是好像听起来负载一点的功能 我们还没有尝试过 就是有很多你可以挖掘的 就是很多你可以用它来做的东西 下面呢我刚才讲的这个Instapod 这个Instapod是我去年9月份买的 我超爱 然后我自己用它做了很多的菜 粥汤炖排骨 就这种都特别好做 这个高压锅嘛 你普通的锅要炖个 或者煮个几个小时 这个锅一下就能做好 因为它高压锅 它这个加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它真的是一个Instant 就真的是很快 我是挺惊讶 它这个质量是很好 它是很有重量的 那其实Instapod有不同的版本 然后我买这个好像比 最初级的版本要高的一档 但是有比它功能更多的一些款型 像这个就是不可以做酸奶的 它有一个款型是可以做酸奶的 这个就不是那个高级版本 那首先它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锅盖 它这锅盖呢就是你看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锅盖 按下去之后呢 你把中间出来就把它封闭上 那它这个功能呢是有很多的 做汤的或者做汤笔的键 然后做这个粥的 做肉的 就是这种炖肉的 然后做蛋糕的 做鸡蛋的 还可以直接开锅翻炒 这个锅我觉得超级的有用 我之前就用它来做就是排骨嘛 我就会先打开锅放油 就直接这样 直接放油 然后扔进去 直接这么开锅炒 当成一个炒锅来用 然后你炒完之后呢 你就把锅盖一盖 然后呢再点这个肉锅 它就开始炖这个排骨 就很方便 然后可以蒸米饭 就普通米饭 然后你可以蒸这种杂粮饭 然后做粥 还可以做这个蒸 它里面会有个蒸架 你可以直接蒸早餐 那些包子什么都可以蒸 另外就是它这个锅 是一个密封性很好的锅 因为它是高压锅嘛 所以就是比如说 像我们家 现在这里面还有汤 就是昨天晚上做的汤 没有喝完 你都不用放进冰箱里 你直接就把它盖在这个锅里 它就是基本上给你保存的很好 因为它是个密封性很强的锅嘛 二呢是它这个内胆 是可以直接取出来的 就很好洗 也可以放进洗碗机里面去洗 就是很方便清洗 我觉得就是整体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目前我还没有发现 它有就是东西喷出来 这样的情况 它密封性是很好的 还有这个压强控制是很好的 而且这个锅真的是太便宜了 这么一大个锅才100加币 我觉得就是mind blowing 我觉得就是所有人都需要 有这个锅 还有小型的 如果你就是一个人吃饭的话 也很方便 做汤什么就超容易 你就直接把东西往里面一扔 呼上水 一开汤这个键 等它好了它就会叫 一开锅就可以喝汤了 加点盐就可以了 然后做出来的米饭也很香软 因为我们其实买了它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米饭锅 我们有对比过 就是同样的饭 这个做出来更好吃 就是它真的是高压的 它会浸到那个米粒里面去 做出来之后 这个米饭就会很香软 它做的是比普通电饭锅 我们觉得是要好吃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值 就只要100加币 买买买 买就对了 好了 那以上就这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一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以后我有机会的话 我还会录一些 其他类型的电器合集 比如说清洁类的电器 或者说美容类的电器等等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自己是觉得买电器 真的是一个 让人很幸福的事情 尤其当你买一些厨房电器 做出很好吃 很好喝的东西的时候 就真的很有幸福感 所以希望这个视频 也可以给你带来 这样的幸福感 OK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